2022年的第134天 哈喽大家好 今天纽约没有太阳出来 可能下雨 靠近窗外看一下 应该不是这个时段 那么我就不用带伞了 今天午餐不苦恼 因为我早已经想好吃什么 准备出发 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 我根本不会早来早去 就这么吃个午餐 在曼哈顿戴口罩点太少太少了 我不会去公园吃 也不想留在医院吃 街边的更不会了 走了很多路 为了去我喜欢的餐厅 而且是好大的餐厅 在这边看到中文字 有点亲切 看到前面的电影院 就是想不起最后一次 在这里看 那一部电影的名字 基本上看到中文字都是吃的为多了 短短的两三年里面 因为新冠而过世的 在纽约总数已经差不多70万 昨天新增2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